台灣精品進軍菲律賓邁入第五年 國貿局及外貿協會日前在馬尼拉 舉辦為期兩天的台灣精品形象日 包括華碩 技嘉 光陽等 28家台灣品牌展出新品 主打智慧科技 優質產品 這次在菲律賓的活動 雖然是第五年在本地辦 但是在第一次我們在這個活動裡面 除了結合B2B 我們今天邀請了當地的buyer來這邊 與我們的廠商洽談之外 這個報告活動我們還有在B2C的部分 也邀請了當地的民眾 貿協指出近年來菲律賓經濟高速發展 在2017年GDP成長率達6.7% 加上總統杜特地積極發展智慧城市 基礎建設 產業機會大增 也讓非國成了全球商家必爭之地 貿協希望透過活動讓台灣精品 直接與本地消費者近距離接觸並推廣 達到加成效果 鏡頭轉到泰國 炸雞排 香腸 肉粽和珍珠奶茶多種小吃 飄出濃濃台灣味 為了推廣台灣觀光 由中華民國喬務委員會與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處 結合旅泰台商舉辦的台灣美食觀光展 除了年輕學子捧場壞 附近的民眾也聞香而來 一直台灣非常多鄉親來這邊辦理美食 讓還沒有到台灣的泰國朋友 可以能夠品嘗到最好的美食 當然台灣不僅美食 還包括風土的民情 還有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很多更好的教育科技方面 都歡迎泰國朋友一起到台灣走一走 中華民國駐泰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同政員也表示 除了期盼吸引民眾到台灣觀光 也希望讓更多人看見台灣文化